好 各位朋友 未來真的是電動車的時代了 如果你喜歡性能的話 來先來看看一下 可以先暖身 那我們看到BMW 最近也釋出了i5的預告 同時他也說我也有M 是不是 沒錯 其實上個月 4月25號的時候 賓士才發表他的大改款E-Class 然後在這個月的時候 24號 馬上他的競爭對手BMW 就要推出了這個大改款 第八代大改款的5系列 那其中除了油車之外 大家很引頸期盼 也就是現在目前 在這個預告片裡面 可以看得到的這個電動純電車 純電房車i5 馬上就要跟大家見面了 好 那可以從這個預告當中 其實它沒有太多的這個曝光 但是裡面有很多的亮點 像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發光的一個水箱護罩的設計 這個設計跟他的房車i4 還有i7 好像這個巨盛不太一樣 他還是保留了 他的這個雙盛的設計 讓其他的這個 比較不能夠接受 這個巨盛的車主們 會覺得說看起來好像 比例比較完美 對 比例上面 看起來好像比較是 他們自己心中所屬的 然後再來 像是直立式的造型燈條 還有內裝裡面 有這個紅藍色的 發光飾調的一個整個鋪陳 以及當然就是有一點像是i7的一個 等比縮小版的這個大型中控螢幕 12.3吋加14.9吋的一個雙曲面螢幕 通通都有在這個預告片裡面展示出來 再加上最新的iDrive8.5系統 那其實原廠這邊有提出 這個i5可是裝了一個 非常厲害的追蹤功能 叫做眼球追蹤功能 我聽起來很厲害 因為其實它的這個駕駛輔助系統 已經越來越高階了 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你是在 高速公路進行自動駕駛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使個眼色 就是稍微的往你的這個後照鏡一看 它的系統會去自動的偵測 你左右兩邊有沒有來車經過 然後當你使了眼色之後 你的眼球就會被追蹤住 然後它就會自動的 做一個車道的切換 其實我非常的期待 也滿想要看看的 這個功能是不是真的 可以把眼球的部分的追蹤的 這個非常的清楚 但是 有一點令人害怕 對 我就是在想說 萬一我不小心 不小心只是想看一下後照鏡 它切車道怎麼辦 看它旁邊的車改得好帥 我就這樣子 然後我車是不是就回轉了 對 是不是或許這個功能 還有一個很長的一步的 它可能有一些限制 對 沒有錯 但是我會覺得 我滿想要試試看的 因為我會覺得 如果今天這個功能 非常的成功 好像離以後 完全全的自動開車 Level 3 Level 4 好像已經 好像離 就是指日可待 要更進一步了 那當然在這個動力部分 其實它有推出了 i5 E-Drive的40 以及M的這個性能版 M60 X-Drive 兩個版本 而我覺得最吸引人的就是 這個算是市場上 唯一的一款純電的旅行車 i5 Touring 也會公開 但是可能是明年 才會正式的跟大家見面 那我們接下來 來跟大家聊聊 網路上最近有什麼熱話題 最近在D-Car上面 其實有一個網友 貼出了一個貼文 他說 我的女朋友嫌棄我的車 太爛 然後開出去覺得很丟臉 所以他就上網 想要問問大家的意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引來了千則的留言 我們就來看看 這當中到底可以關注到 哪一些事情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則的發文跟留言 第一個他說 女朋友說我開破車 跟我出去出門很難看 我們看內文是什麼 他說這台車是我出社會的時候 領了第一份薪水之後 他老爸慶祝他 領第一份薪水 買給他的一台車 然後他覺得不要太貴 就挑這一台 我們照片上面這一台 不要太貴 對 不要太貴 Kia Stinger 還是高規的 3.37AWD 那問題是他會覺得 現在女朋友覺得 為什麼買這麼沒有知名度的 這個爛車 他用爛車來說 那覺得很沒有面子 所以女生到底覺得 哪一種車才有面子 他是誠心發問 那大家我覺得 看這篇文章應該會 會焦點亂 哏的什麼破車嗎 Kia等於破車嗎 我倒覺得不是 而是 他領第一份薪水之後 他說他老爸送外台 不要太貴的車子 就雖然是一台 250萬的車子 是啊 而且還是一台那個跑車 聽起來他也很生氣吧 羨慕 超羨慕 覺得很想沒有這種乾爹 而且你看我合理的推論 這旁邊這台911 應該是他老爸的 好 我覺得當然重點不是在這邊 所以就是說 回到Kia這台車 但我覺得Stinger 是一台很漂亮的 四門的跑車 是啊 那你說爛或不爛嗎 應該這麼說 很多人還是會用 這個品牌形象 來判斷這台車的價值 那這個無可厚非 那我只是想表達說 其實每個人跟男生 女生沒有關係 看車的觀點不一樣 那不可否認 當你有250萬的 這個預算的時候 你可能買一台 BMW 320i 一般人覺得 哇 你買台美麟耶 不錯喔 或是買一台 美歸外匯的保時捷 Makang 哇 露族保時捷 怎麼樣 都比一般人會覺得 買一台韓國車Kia來得好 但是在這Stinger 這個3.3T的AW 價值真正清楚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在 它的動力性能 對 懂的人才懂 對 它有360幾匹馬力 然後52.0KGN的扭力 四輪傳動 這個動力系統架構 其實就等同於 BMW M340i 六甲渦輪 四輪傳動 300多匹馬力 快要400匹 那要買到M340i 要多少錢 我覺得要300多 快400 所以我覺得 就變成這台車價值 不在於說 它的這個Logo是怎麼樣 而是在內在 那這裡代表 每個人只能說 我覺得 這個男生很懂車的 那也一個好爸爸 我總覺得 但是小時候 我跟你講 以Stinger來說 跟M3C來講 它的車身尺碼 其實落差太大了 如果說用它 同級距的車身尺碼 來看的話 性能差不多 應該要對標到 冰式的153吧 153 AMG 你看 大概一個是 230幾萬 現在一個 153的話 大概要到 接近480萬 所以等於快要 兩倍的一個售價 當然這是3.3跟153的 一個動力輸出 跟動力性能的部分 跟車身尺碼 其實是相當的 那如果說 你用Stinger的 這個2.0來講 或對標這個 冰式的1300的話 動力輸出也差不多 就很... 不是 動力大概都250萬 250匹 260匹上下 那當然價格的話 也是170幾 跟340幾的一個區別 大概也是要接近 兩倍的一個 價差很大 這個價差 但其實我覺得 回到這個新聞 最有趣的點就是 我覺得小鐘 你的猜測是對的 那旁邊的保持人 一定也是他們家的 所以他是屬於一個 比較低調的富二代 能夠花200多萬 來買一部 這種所謂的 低調型的房車 所以這個 要嘛他女朋友就是 還沒有探親 摸清他家的家底 要嘛就是他大概 準備放生他女朋友 是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男人一輩子 一定要擁有一個V8 這是愛大常說的 那但是現在呢 你要選擇多剛速 大排量的車 越來越少的 尤其是性能車 我們來看看呢 還有哪一些 僅存的一些選擇呢 沒錯 V8的這個整個聲浪 還有它整個輸出的特性 真的非常讓人著迷 那現在我們看到五款車 其實車型大有不同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Land Rover Defender 90 V8的Carpacian Edition 那這一款車其實在2020年 Defender改款的時候呢 引進台灣的是有 P300還有D250 柴油跟汽油的動力 那在大家其實非常期待 就是Land Rover把V8這顆引擎 機械的增壓 可以輸出525匹馬力 這款車來引進 後來也有引進了嘛 現在是有引進的 據說去年還有今年的配額 其實都已經訂完了 天啊 所以光你看埃大跟羅哥 等這個Defender的話就等很久了 更何況掛上了V8嘛 沒錯 其實V8來說也是Defender 算是70年代那時候開始了 就有搭載的引擎 所以大家其實非常期待 另外一個 其實V8它也可以搭載到跑車上面 我們看一下Jagua的F-Type 那這一款其實也是搭載同樣 同級團裡面同一顆引擎 但是在調校上面呢 是採用P450 450匹馬力的調校 那以Jagua來說呢 全鋁合金的車身它的加速是非常的快 那另外R-Dynamic也讓它呢 是有主動式的懸吊 所以操控性來說是非常好 再搭配V8的整個D轉 還有它的浪聲 非常讓人著迷 那再來呢 我們看完兩台 都是機械增壓的車口 我們來看一下 Audi A8的S8 它也是以V8 4000cc的V8 但是它是雙渦輪增壓 和機械增壓它的特性又不太一樣 它可以輸出到571匹馬力 那這也是A8裡面頂級的車款 所以要價也不費 要875萬 那這跟V8的特性也有一些關係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聲浪好 然後它的整個扭力輸出好之外呢 由於以大排量來說 V8它的引擎 是可以做得比較短的 所以它的震動來說相當的小 所以用在這樣子的高級的車款裡面呢 其實也非常的適合 第四台我們來看一下福特的Muston 這個是我們美式的肌肉車 必定要提到的車款 它和前面的機械增壓 還有渦輪增壓是不同的 它是採用自然進氣的引擎 所以它從低轉出來 扭力雖然不會爆發的這麼快 可是當扭力出來之後呢 它可以一直延伸到高轉 延伸性比較好 延伸性是比較好的 那動力來說呢 是可以輸出449匹馬力 也不小 而價格來說也是目前我們看到 比較親民 算是比較親民的 再來我們看到最新的B&W 它的XM V8 Hybrid 那以B&W來說 我們可能都會想到它的直四引擎 或是直六引擎 但它只要推出B8的引擎 這一定是不得了的車款 例如像192的M3搭載的B8引擎 或者是它目前比較豪華的車款裡面 大排量的都是搭配B8 那XM為什麼讓人這麼震驚呢 因為它是由M部門 所主導打造的車款 OK